土地流拍 一个很明显的原因 是开发商已经接收到了市场的信号 市场理性使他们不敢像银芒那样 在土地拍卖中好指钱金 文社论山西太原市 最近举办了一场土地拍卖 拿住室内热点去与八幅黄金地块进行拍卖 总年纪约82.7亿万平方米 起拍价格计130.82亿元 这无疑是近期我国大城市土地拍卖的一个大手笔 太原党地媒体将其称为史诗级的一次土拍 结果却让人大失所望 八幅地块全部流拍 而且其中六幅地块 没有一家开发商报名 另外两幅地因开发商出价余器拍下悬殊太大 而未能达成交易 太原的情况并不是个案 据统计 今年一到七月 我国一线城市土地流标13宗 二线城市合金流标 经营性土地154宗 三四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合金流标 达到了629宗 仅半年多时间 全国流拍地块就近80宗 就连房企 必定之地的上海也首次出现了市中心宅地流拍的情况 在新一线城市苏州 同样出现了多块优质宅地流拍现象 越来越多城市土地流拍 给市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之下 红火多年的土地拍卖 已经开始吃冷 在房地产市场上 实行多年的土地拍卖制度 本是为了给土地公民建立起更公平 合理的机制 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资金 将其排价定得过高 业余开发商连手哄 排地价 一直经常在一些地区 制造出令人择折的地亡 当地价不断创新高的时候 房价自然只能创造出更高的记录 导致很多城市的房价 远远超越了普通百姓的购买力 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等阻效应 房价之所以降不下来 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地价的居高不下 推动着房价不断走高 已经推进多年的房地产市场调控 正在改变某国房地产市场 这种畸形的生态 中央已经明确 沃国房地产市场 必须坚持房主不吵的房仁 要遏制住房价的过快上涨 与此同时 要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 和租房市场的建设 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向市场加大土地供应 而最近各地平均出现的土地流拍 则明显不符合这个方向 土地流拍 一个很明显的原因 是开发商已经接收到了市场的信号 市场理性使他们不敢像银芒那样 在土地拍卖中好值钱金 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 一些地方政府显然还没有捕捉到这个市场信号 依然成免于当年拍摄异响 黄金万两的盛景之中 向房地产市场供应土地 主要目的不是用来向民众提供住房保障 而是希望掘取更多的金钱 让土地继续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 以至宁愿流拍 也不主动降低地价 事实上 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不管是从市场端看 还是从中央的政策调控方向看 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 要下决心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 坚决遏制房价上涨 中央遏制房价上涨的态度是明确的 地方政府对此应有亲信不认识 如此 土地财政也已行之不远 地方政府基因坚决与土地财政制度告别 一方面积极扩大土地供应 可理制定地价 满足住房市场多层次的支柱需求 通过加大供应来遏制住房价上涨势头 另一方面则因加紧改革 培植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创造条件从土地财政中摆脱出来 D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DM的对手 DM的对手